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小编带着大家看看 朱一龙的新剧《徐你浮生若梦》 这部剧是朱一龙爆火之前拍的剧 那个时候认识朱一龙的人还不多 一个网剧其实给不了人多到的期望值 但没想到这部剧竟然没有想象中的差 反而是个很轻松愉悦的下饭剧 不过从现在的播放量来看还是不太可观 所以小刀觉得还是应该为这部剧加个油 现在来跟着小刀看看这部剧的三大看点吧 看点一剧情 表面上狗血却又自带反套路 《徐你浮生若梦》剧情大概就是 一个黑帮少爷爱上了一个唱戏的贫苦女孩 但是这个女孩的真正绅士 让这两人又不能在一起 中间还会出现一个青梅竹马长大 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哥哥 和一个貌似算女孩初恋情人的黑帮少爷的好兄弟 总体来说就是好几个比较优秀的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 很狗血很玛丽苏的故事 但是这中间又有一段剧情 让人很心疼的你们黑帮老大声歌 女主刚开始真心的爱 上来剧中的男二号 这在其他言情剧中很不常见 而你们的声歌像一般言情剧中的男二一样一点也不高冷 反而有点霸气腹黑 还有点傻乎乎的 也就是传说中单纯又很凶猛的小狼狗形象 而该剧的女主和男二正在秀恩爱的时候 你们的小狼狗还在想着自己是不是喜欢女主 以至于在他决定去追女主的时候 女主的心思已经在别的男人身上了 人家两位还经常联手欺负你们声歌 可想你们的声歌追妻之路是多么的心酸啊 还有一点 一般言情剧里都是各种的误会 但这部剧完全没有 女主完全没有瞒着声歌 她喜欢男二的事情 这就让人更加心疼声歌了 有没有 看点二人设 从男女主角到男三女三全部淘气 设在一个剧中很不常见 一般女二都是坏女人很不淘气 而我们的女二人设 简直就是一个奶兄奶兄的小可爱 女二蓝蓝是声歌的异媚 因为声歌太帅 蓝蓝没控制住自己的荷尔蒙喜欢上来声歌 蓝蓝也没有藏着掖掌 时时刻刻都在变现自己对声歌的热爱 后来她误会天鹰脚踏两只船 而声歌又喜欢天鹰的时候 她冲动地骂过天鹰 给天鹰身上争果蛋糕 但还好 蓝蓝只是冲动 办事可以理解 毕竟谁看到绿茶不想上去思考 而后来蓝蓝了解了天鹰后 甚至喜欢上了天鹰 和天鹰成为了好闺蜜 没有坏女人的剧 看得真是让人开心呢 看点三演技 曲老师的演技依旧让人想爆灯 女主也让人惊喜 一部剧好不好看 剧情重要 人设重要 主角的演技也很重要 朱一龙的演技 大家都是见识过的 一瞥一眼全是戏 这次饰演的角色 和之前塑造的角色完全不一样 一样的是帅气的容颜 声歌在剧中是一个脾气 十足的黑帮老大 行为举止非常狂放不羁 但他实则是个心怀家伙 重情重义之人 声歌管理红帮多年 身手了得 可以徒手灭一百人 所以早已历练出 雷霆万钧的处事风格 是个上海滩出名的狠角色 但在天鹰面前 却总展现柔情的一面 所以想看沈教授 变成痞子情人的小伙伴 一定不要错过 另外朱一龙 在剧中有大量的打戏 炫酷到天际了 女主安月希 是一个很漂亮 很有灵气的一个女演员 看她的资源 一直在网剧上 所以这么多年了 一直不温伯国 但这并不能说 她的演技不好 小刀倒是觉得 安月希的演技不错 把天鹰这个角色 塑造得很好 和声歌和男二的戏份 都相当讨喜 并且在这部剧中 安月希一人分13角色 相当具有挑战性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